降咪...哪裡? 這邊不是寫... 對! 這是發和弦裡面 大家看一下 發和弦裡面 發和弦裡面 降咪是不是F調 降咪是在這邊 是不是? F調 對 那這個是難調音符 可是對這個 降咪和弦來講 是7的音 7無所不在啊 所以這個節奏可不可以念 Dong Ba Ba Dong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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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 F7 然後再來 Fm6度 這樣很好聽啊 因为他这首歌不是Waterman 就是那个什么 Waterman 那个谁做的 他就这首歌做的 就红的不得了 但是现在 他是全世界现在第一把 最造的 Hobby Hangover 你看他这个写这个 你看F 你看 这两个音 这两个是 Tree Tone 他下来又是Tree Tone 这样 那是什么叫Tree Tone Tree Tone 你怎么不知道 再问你 Tree Tone 三拳 你让人家都知道 可是他讲英文的话 我就说三拳英文 我就知道 三个拳英文的意思 我叫Tree Tone 好棒哦 你要Tree Tone 这三个都是拳英文 很好听啊 很刺激就对 又是直接吹 又吹动了 是不是吹动了 对很好听 这个降低 降低的吹动 对啊 尤其是拳英文的意思 说三拳英文的意思 是拳英文的意思 所以我说三拳英文的意思 很好聽 對不對 他們就是 他就寫這首歌就是很紅 像這個練這個 要不要用那個節拍器會比較 還是 當然是這首歌本來就是樂團在做的 對啊你如果配別人音樂啊 像他們會 他喜歡用那個他就配鼓啊 這個就可以編曲啊 這樣子把東西拿 那基本的東西在這邊 他可能是變成那個襯笛的架構 對對對主要的 那他們樂隊就很喜歡做這個 這個從以前到現在 所以你彈這個一直彈這個 然後主樂可以另外再彈 對對對你一直彈這個嘛 然後小T型就可以拉了 然後不是急心嘛 這主要是急心啊 就開始吹啊急心就這樣 所以funky就是 然後他整個 他從頭到頭很大 他一直彈這個啊 Bass也一直彈這些東西啊 他的節奏就是這個 他甚至於他和弦都不要換 他整個十幾分鐘都在玩這個東西啊 那就是每個人都在變啊 就是 就是 這就是funky啊 對啊 老師 funky就是 也是一種節奏 對對對 funky是一種 固定 就是 就是他 他等於說那個 這個 funky很容易接受 因為我也是funky 他那個 他和弦並沒有變化很多 可是你聽起來好像變化很多 他主要是急心的時候 他可以 Dumb就是 就是我以前講過 Mine and Blues Care 對不對 就是用藍調 小藍調音階 再吹出來 那最重要是節奏 節奏 主要是節奏在變來變去 那就是很過癮 他們就是 一般人都喜歡這種的音樂 可以一直無限制的玩下去 不像和弦有時候變化的時候 一般流行歌曲和弦變化是有規定的嘛 就是一小節下來就是在那邊變來變 你還是要跟著 可是funky不需要 funky就是一個和弦 你自己去發揮 一直玩 就是一直Dumb Dumb 對他就同樣在一個Fmina裡面 比如說我剛剛不是 你看我剛剛彈的這 我剛剛彈的不是開始有示範很多嗎 好幾小節就是全部都是在fm裡面在跑 我全部在這個fm裡面的藍調音符在跑 fm 就是la do re re mi so la do la do re re mi e do la do 就是這個音階在跑 那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節奏變來變去 就是這樣 然後就fm 然後我這邊還是一樣在跑 還是這些fm 那時候就有變化了 但事實上他本身還是在這個音階裡面在跑 但是這個fm 那你等於說鼓的話要跟bass穿來 你聽起來就不一樣了 這樣 很多變化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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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